来关注前首相纳多斯里纳吉 涉及的另一起贪污案 也就是一马公司弊案的调查进展 在去年7月被警方逮捕 如今被当局保护的案件关键证人卢爱玄 预计会在下个星期出庭供证 控方将会发出传票 传照卢爱玄在2月13号作证 卢爱玄也是一马公司的法律顾问 之所以会轮到他出庭 是因为控方的第49名证人 也就是反弹会调查官诺爱玄 今天因为生病了无法出庭共证 因此承审法官柯林要求控方 必须有一名证人随时能够替补出庭 而排在诺爱玄之后的证人就是卢爱玄 去年案件的第48名证人 也就是伍吉阿曼 反洗黑钱刑事调查部副主任胡维明表示 卢爱玄曾经在2019年 在中国见过一马案的头号通缉犯刘特佐 因此控方才会把卢爱玄 列为案件的证人之一 卢爱玄也被视为刘特佐的同伙 他是在去年7月被捕之后 也表明会配合当局的调查 现年70岁的纳吉在这起案件 被控25项罪名 其中4项是滥权贪腐罪 涉及22亿7千万令吉 振小于笔 校封記 節封记 小于笔 部位 序 柴 允计 lama